賴建平律師好 你好 謝謝接受看中國小人訪談的採訪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有關於台獨的話題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和司法部 於6月21日在國台辦聯合舉行記者會 公布了 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 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這個意見書於當日已經發布施行了 最高可判處死刑 並且推動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也屬於這個台獨的範圍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意見書 它涉及的範圍非常廣 可以說是全世界 那比如說像台灣總統賴清閣那肯定是沒得說了 包括台灣人民你只要是投過票的 參加過這個選舉的可能也都算 也都算台獨 那您就這個意見書能不能給我們發表一下評論 好我是這樣看啊 這個中共的幾個部門出台了這麼一個所謂的事發解釋 其實它反映了一個現狀 那就是中共對於不管是台獨也好 要用這種所謂的民族加國情感 加國情懷用親情感情打這樣的牌 希望呢跟台灣統一 但是被台灣人民看破了手腳 因為台灣是絕對不願意和獨裁專制的一個中共啊 這個圍伍的 他們絕對不會接受所謂的中國統一 那麼和平統一沒有忘了 他們又先後制定了這個分裂國家法 先後呢要採取這個揚言呢 要採取五種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 甚至呢 他這個御用文論呢 居然惡狠狠的提出了要留島不留人 要用盡各種的方法守戰計中戰 要用他的絕對的壓倒性的武力優勢 來使台灣呢 這個這個臣服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年呢 但凡有一點點風吹 操動 共軍觸動他的飛機 他的經濟線 對台灣進行 打微波的騷擾 動不動就搞什麼軍事演習 越過台海進攻陷 總之呢 用了採取了很多的這個武力威脅 和威懾的方法 但是他現在這一招 也一點看越來越沒有用 習近平前段時間呢 對媒體說 華府在去年就慫恿他要去武力攻台 但是他不願意上當 他的意思是 中國如果武力攻台 有可能打不贏 或者即使上 即使軍事上贏得了 這個所謂的戰爭 也可能遭到整個國際社會的制裁 圍堵 而影響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黨的利益根本不一致的東西 那就是他個人是要終身執政的 他要做共產帝王做到死 那麼這樣的情況 他不願意承擔任何的風險 如果攻台導致軍事失利 或者經濟崩潰 導致他的政權出現危機 那麼他是絕對不願意去做 這樣一個得不偿失的一個 瘋狂的舉動 所以習近平其實上是露怯了 或者露拿底 他不會去武力攻台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合同捅不了 胡同捅不了 那麼他最後就嘗試 用這個所謂的法律 用司法的這個招數 來嚇唬威脅台灣人民 那麼他這個就是所謂的缺須審判 沒有這個任何限制和障礙的 甚至可以直至這個死刑 就是可以一直到域刑 那麼他以為用這種方法 可以嚇唬台灣人 中共自己的解釋也說 這是只是針對 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 對大多數台灣民眾不適用 那麼這個就非常有意思 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 他們根本就不會怕你的法律 你的法律 你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判決 你沒有用的 因為你根本就 除非你到台灣能抓人 你要能到台灣抓人 有這個本事 那你就用不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司法判決了 所以他最終呢 他沒有辦法 即使他判了也是一指空門 這個少數頑固分裂分子 他不可能去你中國 不可能讓你逮捕 他甚至呢也不會去到那些 有跟你中共有這種引渡條約的國家 讓這些人把 讓這些國家把這些人呢 抓到去中國去服刑 覆法 所以呢他最終呢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司法解釋 所謂的法律審判 也嚇撫不了台灣人 更嚇撫不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少數頑固分裂分子 但是呢 中共出台這麼一個 這個邪惡的司法解釋 會有一點啊 意外的這個外衣的效應 那就是中共的這些刀把子啊 有可能擴大解釋 它不是僅僅限於所謂的 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 而是有可能呢 廣泛的適用於普通民眾 甚至是大陸在外的 比如意見人士 民運人士 甚至是世界上任何的這個地方 任何國籍的 只要對中共的專制獨裁說不 只要主張台灣獨立的 這些外國人也有可能適用 那麼如果是如果他擴大這個適用範圍 不僅僅限於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頑固分子 那麼可以對一般的普通人 因為你可能是做視頻 你可能是發表一般的言論 你可能是個這個政治上的意見分子 你有可能是搞街頭運動 那麼你可能提到了台灣獨立 可能提到了西藏自由 可能提到了新疆獨立 那麼他都有可能給你扣上這樣的帽子 都有可能對你進行一個 這個非法的缺席的審判 把一紙這個判決書強加給你 因為他既然也可以被告不到庭 可以缺席判決 可以判你死刑 可以判你的沒收你的財產 所以這樣的話 對一些在中國大陸還有財產 還有家屬還有親人 還有各種各樣的關係 那麼這樣一些一般的民眾 或者說異見人士 也有可能涉嫌觸犯 中共的這樣的一條法律 而且他們這個刀把子 上身病狂以後 就可能進行做出這樣一個判決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對於這些人會產生一定的寒蟬效應 但是從長遠從整體上來看 更多的民眾 不管是中國民眾還是這個非中國人 世界各地的人呢 更多的人呢 會看破中共的手腳 會認為中共這樣一個邪惡的政權 他為了達到所謂的統一 維護所謂大一統的這麼一個狀態 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知道 中共其實很早的時候 他主張很多地方的獨立 包括最早啊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中共主張湖南獨立 他自己搞中華社會 共和國 公南在國民政府下面 獨立建國 三十年代 他到後來主張 所謂的民族自決權 鼓勵亞非拉 鼓勵各個這個這個國家 擺脫所謂的殖民統治 民族自決權那就意味著 他是一個普遍的 這個各個地方的各個民族都有自決權 那台灣也可以適用民族自決權呢 台灣他雖然從民族上 你可以說他是個大中華民族 這個一般人不會否定 從血緣從民族的角度上 他是個客觀存在 但是他台灣幾十年七八十年 你中共從來沒有統治過他 中華民國事實上 和中國大陸已經分開七八十年的這個管制 共產黨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一天 你憑什麼還去要求他 一定要跟你成為這個一伙 你這個所謂的統一 本質上不就是把你的獨裁專制延伸到台灣嗎 如果除此之外 你的統一看不到任何有別的效應 非要把你的這個獨裁專制的 能壓迫人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 強加給台灣人民 這他本身是不正義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呢 世界上但凡有一點良知 有一點正義感的人 都不會接受中共的這麼一招 不會認同中共的這種邪惡的一種施法解釋 相反呢 越來越多的人呢 會更加堅定 他們支持台灣 支持台灣 事實上 擁有一個獨立的 這麼一個狀態 會更多的人呢 會支持台灣進行務實外交 不管在國和國之間 還是在國際舞台上 在國際組織中 那麼更多的人呢 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呢 去發展台灣的務實外交 即使他們仍然堅持 口頭上的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呢 跟台灣的事實上的 不斷的外交升級 它是正在進行中 而且呢 整個國際社會 已經形成了一個普遍共識 歐美發達國家 都是在採取相同或者類似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 中共這一招最後 還是按照印了他們自己的計劃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看不出 有任何別的更多的 所謂的威懾效應 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 謝謝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這個意見書 對於這個藍營 對於國民黨 其實也包括進去了 因為他們也是投票了 對吧 他們也參與這個選舉 就是他也承認這個中華民國 那麼這個賴清德更是多次強調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社會的共識 對 那您就這一點 您能不能像 有沒有想像這個藍營那邊 說一點什麼 藍營我們看到就是最近 國民黨有很多一些官員去中華大陸了嗎 看到他們做出這種姿態 藍營呢實際上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一個台間 藍營呢是非常幼稚的 他呢是希望通過所謂的打這個合同牌 承認所謂的一個中華民族 甚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甚至承認九二共識 來達到一個所謂的B站的目的 但是呢 他其實搞錯了一個基本的普遍的一種行為方式 一種基本的道理 那就是只要台灣人 你不敢有自己的立場 你沒有底氣 你不敢強硬起來 你只要在中共的威逼利誘之下 落入了他的話語圈套 那麼你永遠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一個 國際的政治上的地位 那麼你遲早呢 要屈從於中共的這種文攻武嚇 如果你任何時候你不屈從 那麼共軍 共匪 中共呢還是會用相同或者類似的方式 來打壓台灣 台灣人民還是處在這個被中共侵吞的 一種威脅之中 所以呢只有一個簡單的道理 那就是只有備戰這個才能防戰 只有台灣自己有充分的信心 有堅強的抗擊共軍的這樣的一種決心和意志 它才能防止共軍對台灣的一個吞併 所以我個人認為呢 真正的如果像國民黨那些 這個親共賣台的這些分子啊 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想清楚 如果他們要保持台灣的這個生活方式 甚至他要作為一個獨立的國民黨的存在 那麼他是必須和中共呢 徹底的劃清界限 如果他堅持現在的立場 如果哪一天中共的武力攻台 或者用其他方式威脅利誘要是成功了 那麼國民黨根本你連現在的 目前這樣的去進行一種政黨政治的條件和機會都不負存在 因為中共專制統治之下 你不可能所有的政黨都是花瓶黨 都跟中國大陸一樣 那你台灣的國民黨 你如果說被中共收復 用任何方式收復了 統一了 那你怎麼可能還有台灣的 國民黨的現在的 這樣的一種黨權的存在 你的黨權 會被完全被中共沒收 所以呢 國民黨呢 不能再有更多的幻想 更不可以去 媚共賣台做台肩 如果那樣的不但會把國民黨毀了 把整個台灣給毀了 把台灣人民的子子生生都給毀了 就會讓中共的霸權在台灣呢 橫行不計 這個所以呢 我們要對台灣的國民黨 發出一個我們的聲音 覺得台灣國民黨如果繼續走這條路 他可能會被台灣人民徹底的拋棄 台灣的國民黨也會被徹底的泡沫化 所以與其做這種損人不利己 害人害己的事情 還不如有清醒的頭腦 勇敢的正視現實 面對現實 和民進黨和整個台灣的多數主流民意 能夠一起堅持 用自己的嚴正的立場 來抗擊中共的一個吞併野心 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 我們也確實看到在賴清德總統 我們就職這個台灣總統滿月之際 這個中共這邊做出這麼一個行動 那美國方面其實也同時宣佈了這個 受臺總額3億美元的攻擊型的 無人機導彈系統 那台灣這邊當然就是表示這個 非常感謝 非常這個歡迎就是表示 尤其賴清德就是肯定 這次的美國軍售有助於區域和平穩定 包括那個我們看到 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 日前也接受採訪的表示 是說美軍準備部署幾千架的這個 無人機無人武器 將中共攻海跨海 攻擊台海變成這個地獄景象 他說美國那邊所以對 有明確的這種表態 對 所以您認為實際上就是說 中共雖然說是可口聲聲要武力統一台灣 就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實際上您認為這個可能性還是很小的 我認為非常小 只有習近平個人執政這個一人獨裁啊 出現巨大的危機 他才有可能挺而走險 但凡他能夠混得下去 因為對他來說 他就是要平平安安的做皇帝做到死嘛 他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險嘛 所以除非說哪一天 對他的這個個人終身執政 終身獨裁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他不得不動用這個冒險的方式 有利於維護他的一人獨裁 那麼才有可能 否則的話他打死他 他也他沒必要啊 沒必要冒這個險 他好端端的能統治下去 有什麼必要去武力攻台呢 所以我絲毫看不出 因為這裡要分析他的個人的 終極目的行為方法 如果說這個對他個人有任何風險 他不願意幹的 嗯 好的 我不知道您今天還有沒有一點時間 如果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聊另外一個話題可以嗎 你說 就是在這個 我們大家知道 7月份中共要召開這個三中全會了 那麼在這個之前 當然一系列的動作 其中包括最近這個 中共中央軍委 政治工作會議在延安召開了 那當然習近平就警告 軍隊在政治上面臨的考驗錯綜複雜 槍桿子始終要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 多次強調這個政治 那您認為這個習近平就是三中全會之前 這一動作 就是因為他很罕見的 這個軍委的這個工作會議 還選在這個延安召開 就是說您認為這一動作說明什麼問題 是不是意味著他會繼續清洗這個軍隊 這是毫無疑問 習近平他沒有取得一個絕對權威 沒有取得一個絕對壓倒性的一種政治上的 絕對安全 因為中共從建政以來呢 要嘛是靠一種意識形態 一種烏托邦去維護他的這個所謂的統治合法性 要嘛是一種所謂的克里斯瑪型的魅力型領袖 像毛澤東這樣的這個蕭雄 那麼習近平他什麼也不是 要工沒工要這個要財沒財要得沒得 他什麼也沒有做出來 所以呢他完全是靠著一種機會主義 靠著一種這個形式把它推到那個地方了 而且用那種很不路流的方法 藉這個選擇性的反腐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利用這個特務統治 利用這個中紀委 用國家安全部 用這種東廠西廠的這個錦一位的方式 進行一個統治 那麼這樣的話呢 事實上是很多人是不服的 尤其這些年呢 他進行倒行逆施 背離了之前的所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 這樣導致中國的經濟滑坡 社會這個混亂 並且呢這個引起巨大的民怨 這樣天怒人怨 那麼這樣的話呢實際上呢對於共產黨 整個統治集團來說呢 也是一種很大的威脅很大的破壞 所以很多跟他相同或類似出身的太子黨 已經敢對習近平已經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因為整個大船如果擱淺了 如果觸礁了 對整個中共的統治集團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時不時呢要祭出這個他的一個大旗 所謂的這個紅色的江山 要時時讓這個整個這些太子黨的家族啊 能夠銘記所謂的共產黨的初心 甚至這次開會跑到延安 無非是從他的政權的來源 他們怎麼樣是歷史上怎麼奪權的 來告誡這個他們本黨這些同僚 要團結在他的麾下 要繼續聽他的 讓他這個繼續一言堂 但是呢事實上有很多人是不滿的 尤其他們整肅了很多太子黨 像劉亞洲啦等等 那麼這樣的話呢 他始終呢要用這種暴力 用強力 用這種選擇性反腐啊 去敲打這些不服從 或者還有異心的這些潛在的諸侯 所以他總是有這種擔心害怕 總是覺得自己的政權還不夠安全 所以呢在三中全會開始召開之前 要涉及到這個一些經濟政策的確定 甚至涉及到一些人事的安排 所以他還是要讓大家 讓他的本黨 讓全中國人民的感覺 他們現在是有這樣那樣的 潛在的這個危機 他們要一起來克服 所以他會經常要敲打這些人 是我們在6月份看到這個中紀委 實際上也在加大力度抓人啊 其中還抓了這個原西藏的一把手 吳英傑 當然也在中紀委還在拼命的宣傳 所謂的這個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這其實都是三中全會之前的系列動作之一 他這個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是中共他只要是維護一黨戰爭 一人獨裁 特別是一人獨裁 他就一定要不斷的搞運動 他要讓每一個官員 夜不能昧 讓每一個官員都膽戰心驚 害怕 而處在極度的緊張和風險這個意識裡邊 所以呢他不斷的搞運動 不斷的搞選擇性白斧 那麼每一個官員你就不能有任何的非法的非分的想法 你就必須踏踏實實的死心踏地的 每天每天你就維護你的這個把你所管的一方 或者一個部門一個地區你把它管的死死的 你把老百姓鎮壓住 你自己不可以有任何的意義心 有不可以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 你只能絕對忠誠 絕對的服從 所以他不斷的要搞運動 他一天不搞就不行的 因為你這個就像一個達姆克里斯之間 懸在每一個官員的頭上 每個人都害怕 人人自危 奴履薄冰 奴林大離奴林深淵 害怕嘛 害怕他就每個人就要每天都要折騰嘛 折騰把老百姓管住了 整個這個太皇上 習皇他他就是政治上他就安全了 所以他一定不斷的要搞運動 不斷的要折騰 是的 這個說明不了聲 還有一種說法 現在是官不了聲 像你說的 人人自在 甚至官不了聲 比民不了聲還嚴重 還嚴重 官員 他們出示 倒霉 被整肅的概率比老百姓還高 我們就可以看看 中共的這些所謂中央委員以上的人 是吧 省部級以上官員 這些人被抓被判 他的比例比普通老百姓高多了 對吧 因為這些人 他是直接和這個政權 直接維護這個最高獨裁者的這個權威 維護他的統治密切相關的 所以這一群人對於最高統治者而言 他是要一定要嚴防死守的一群人 底層老百姓人太多 但是這個作用又有限 你再怎麼跳 再怎麼樣 他用這個公安 用這個法院 檢察院 這個刀把子 就可以把小老百姓隨意的抓捕法辦 但是對這些官員有一定的勢力 他一方諸侯 所以他們對 有某種推翻他的這個潛在的能量 所以他就對這些人特別的害怕 要嚴格 嚴密的防範他們 所以他就不斷的要搞贏 不斷的要拿這些人的祭旗 拿這些人開刀 所以這些人他比普通老百姓還不如 普通老百姓絕大多數人 你只要犬儒一下 你不關心這些東西 還問題不大 還不會找上門來 但是那些官員 你消極不作為都不行 你不管也不可以 你躺平也不行 你必須要積極的去作惡 甚至是作惡比賽 看誰表現得對皇上更忠心 更有效 手段更殘酷 你這樣你才能上位 你不進則退 你上不了位你就很可能被淘汰 所以官不了身 比民還不了身 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中國這個局面 就是整個國家的這個 成敗 就看習近平一個人了 所以您對這個7月份 將召開的這個三中全會 有沒有什麼預測什麼期待 沒有任何期待 他不會有新東西 他會有一些新的說法 花里胡燒表面上有什麼創新 那又是這個好話說盡 又是壞事作絕 又是老調重談 又是富泰富門 因為中共的政權的性質 因為他一定要永遠要保持一黨專政 一人獨裁 既然在這個大的行為模式 但是基本的動機已經確定的情況下 他就只能采取越來越獨裁專制 越來越跟老百姓跟人民的願望相反的 這個方向去行動 否則的話呢 他就是溺水行走 他稍微一鬆動 稍微一放鬆 那麼他這個政權就可能會產生極大的安全 所以他只能是用這種他們的加強統治 加緊獨裁專制和民眾的怨恨之間去比賽 當他在達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如果民眾的不滿情緒 民眾的勇氣超過了他們的統治能力 那麼他這個政權就危險了 那麼在民眾的集體行動 勇氣達到這個臨界點之前呢 他就必須要加碼加碼 所以你在這樣的一個指導事項的這個統籌之下 指導之下 他就不可能對社會任何的這個管制的放鬆 無論是經濟政策社會政策 他不可能放鬆嘛 他只能越紮越緊 他國企要越做越大越做越強 他因為要如果民營經濟壯大了 這個他的控制力降低了嘛 比如說媒體 如果自媒體 普通人的聲音放大了 他的黨媒 他的喉舌 話語權就減少了 那社會控制 老百姓的自由多了 那政府的管控能力就下降了 管控能力下降了 什麼都敢說什麼都敢做 那他的統治又難保了 所以他該抓特務抓特務 該這個打壓老百姓打壓老百姓 該整肅官場會繼續整肅官場 所以政治上不會變 經濟政策社會政策不會變 老外還是不敢來 投資不願意來 經商不願意來 旅遊也不願意來 所以經濟繼續蕭條下去 你不管你喊什麼口號 不管你出台所謂的多少什麼政策 都不會有用的 因為大家都看清楚了這個本質 你只要還是堅持一黨專政 堅持一人獨裁 你就沒有辦法對社會的自由啊 給他放鬆嘛 社會沒有自由就沒有活力 沒有自由沒有活力 那你只能死水一潭 老百姓用各種方式消極對抗 躺平 這個那就到了一定程度 老百姓的這個處境 已經超過了他們所能承受的底線 那麼就這個老百姓就起來反抗 不管用什麼方式 那麼這樣到那個時候 這個政權就不服存在 就沒辦法繼續維持他統治 其實我們最近也看到這個 有關於這個中國的養老金制度 就是有經濟專家預測 說除了這個中科院 他們中國自己的智庫 預測的說是2035年這個養老基金系統 將崩潰 那到時候大家都領不到這個 領不到這個養老金了 那實際上這個更有經濟專家是說 實際上會更快 甚至有可能在2028年 這個會提前到來 所以真的是像您所說的這個社會危機 一旦它爆發的時候 就說真的是有可能發生 像您所說的這個民眾起來反抗 對養老金這個問題我這麼看 因為首先它的養老的人數在不斷的增加 因為像我們60後的人口高峰期 接近退休將要退休的人越來越多 相反呢 繳納社保的人數是越來越少 因為現在年輕一代人口是遞減的 人口的基數減少 而且失業率這麼高 那公眾找不到 工資就拿不到養家戶口 活命都難 他怎麼可能沒有社保一說 所以交社保的人越來越少 哪社保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整個經濟萎縮凋敝 那麼這樣的話 導致這個工資的整個工資總額在減少 就是還在上班的這些人 還有這個崗位的這些人 因為工資降低嘛 工資降低了以後 你這個繳納社保的基數也降低了嘛 所以呢 越來越形成一個剪刀叉 就路不浮出嘛 這樣的話就會加速 這個養老保險金的危機 這個危機一爆發 我們就不知道共產黨還能有什麼方法 他再印錢 印到什麼程度 能夠充實這個社保 能夠對這些 已經 這個 附露老年的這些人 有什麼樣的一個交代 我很難想像他們 還能撒出什麼新的花招來 所以我感覺這個危機 確實在日益的寧靜 嗯 嗯 好的 非常感謝 賴建平律師 謝謝 啊 謝謝 客氣 好 謝謝 再見 再見再見 再見